台北大巨蛋近期開幕 數萬人湧入 新北市長侯友宜也松口 考慮在新北軌道建設附近 蓋巨蛋引起熱議 不過卻被議員質疑 新北再建巨蛋 恐怕和台北的大巨蛋 造成排擠效應 來聽一下侯市長最新說法 出席活動前監察院長 同時也擔任天使居 創辦人的王建軒也參與 而外界關注的新北巨蛋 目前規劃和進度 因為民進黨議員黎玉祥之一 缺乏長期城市治理 視野不負責任的想法 像是法國巴黎艾菲爾鐵塔 每年吸引近七百萬觀光客 難道也要蓋一座嗎 任何大型場館興建 都需要有完整的評估 如選址財務評估等 而後有一節是 新北規劃運動場館 是超多元性 功能性的方向來 可以運動 也可以辦演唱會 蓋在交通便捷的地方 到新北市欣賞運動 或其他相關的活動 也會更方便 目前會做綜合的評估 萬全做好之後 再跟市民報告 字幕視聴者 李宗盛